平常时间有人买完菜或是正要去买菜搭火车的民众都会走喜怯 像只是走出来要过马路真的要小心 因为平常时间忠孝东路的车子不少 再加上这一段没有斑马线 只有民众反应过马路不安全 希望能够划设斑马线 这边是车离车站很近啊 过路的人很多啊 每次都他们这边都不停啊 因为这边的上下班火车下来的人很多 忠孝东路211巷口 这边有民众一直反应 说每天大家上下班买菜的人都从这边经过很多 但是这是说要争取要划斑马线 那他们有反应给廖医员那边服务处 除了买菜的婆婆妈妈 每天有许多人会走忠孝东路211巷去打火车 只是车子一多过马路危险 所以就民众向新北市原料先祥服务处澄清 不过现场和相关单位讨论之后 因为如果划了斑马线 向子过来就碰到公车站要划真的有困难 讨论的结果是前面秀峰路口那边就有一个大型 斑马线因为我们这边刚好公车站牌 那如果看前面的公车站牌 没有公车站牌的地方也不适宜 如果要真的要划斑马线 也要切除一些机车阁 那这样对民众要停机车也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结果 就是说暂且再观察看看 因为前方福安接口就有斑马线 不过民众为了方便 还有老人家行动不便 不好多走一段路 只是要设斑马线卡在公车站 还有机车阁的问题 当天讨论之后决定先维持现状 后续再演绎 加成慧玲 西纸采访报道